由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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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stles 李小姐會怎樣提 早安李小姐 pertaining 148ите 我也很同意郭歌法與立法 並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不同國旗法及國徽法 是牌有些實質、很容易契瞞的行動 例如畫一糕是 LAUDE 搗水 甚至掉了美國總統 示威在國旗前把化net置文 있어요 就是政府去不去執法 或者選擇執法 就是政府的問題 是律政司的問題 但是你說國歌法那些 有很多是很抽象的行動 譬如你說你尊不尊重 是不是誠心 這些大家很抽象 很難去搞的 而且現在江山已經有很多實質的例子 譬如你說吃吃飯 茶餐廳 是否要立刻起床而不吃呢 或者在這個商場走的時候 電器店在唱國歌 是不是每個月都站在那裡不走呢 是不是 這些不是想說廣線 是實質的行動 譬如好像剛才 郭榮英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一個球場那裡幾萬人 你怎樣去監視他 哪些是有唱 哪些是不尊重呢 其實我覺得郭榮英舉的例子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到時是這樣的話 就很容易有些是你告我 我告你 變成去回文革式那裡 很容易回到這裡 還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法例那裡 譬如說很多其他地方 或者其他方法 這些是完全不是很不清晰的字眼 到時就有很多法律的爭辯了 OK 謝謝李小姐和你談到這裡 這個提出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發出一會兒新聞回來後 再跟兩位嘉賓談談 也有播國歌 譬如我們港台電視31 在10點半新聞前 都會播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宣傳片 《心係家國》 內容就正正是播國歌 有時走過電視機都會播放 要否停下來 以示莊重呢 我其實剛才已經想回應各位聽眾 我覺得又想多了 第一 要搞清楚就是 郭哥剛才說的一些例子 會否走過商場突然播放 我們又要要期 但我們只要問一下 為何突然商場會播國歌呢 搞清楚事實就是 現在內地今次做國歌法 某程度上其實都規範了 那個國歌不能被濫播 因為在內地亦有些情況 其實是有些私人場合 甚至乎融作某種謀利用途 在商業場合上用 其實不是應該這樣 反過來 其實要解答剛才聽眾的問題 很簡單 如果走過某間店鋪 他特意用來播放 不知道用來做甚麼目的 坦白說其實他本身都不應該這樣做 他本身就不應該在那個場合播國歌 因為播國歌其實都是有一個規範 即不是讓你這樣可能去商業運用 其實已經解答了那個問題 但如果播著電視 電視 電視真的在播國歌 這個大家可以斟照 我自己 你問我個人的意見 我認為那個是廣播 也不是屬於一個場合 就唱國歌 我覺得是不同的 例如說你可能剛才剛剛說 譬如說你經過走過街 可能剛巧那部電視 正在播當時電視節目 正在播國歌 我想那個情況 就跟我們現在的國歌法 正在說的奏唱國歌的場合 就是兩件事 因為那個是電視廣播 又不是那件事 所以我們說 當我們去談論到究竟如何去規範 將來的立法是怎樣的時候 第一我們按回本地的實際情況 以及記住一件事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尊重我們自己的國家 但這個國歌法 也不是用來想著矯枉過正 或者去做一些大家覺得 原來原意都不是想著這樣 不是想想著這樣 大家搞清楚 就是有可以大家談清楚 是什麼場合去唱國歌 什麼場合是屬於好像剛才我們說 可能電視新聞廣播國歌 那個又未必一定是屬於那個範圍 剛才李小姐 那位聽眾打來 說他的擔憂 我覺得絕對是不能輕視的 因為其實香港人現在有很多都很擔心 看到譬如有些案件 他們提出檢控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政治考慮的時候 有些人是擔心 這個是明白的 剛才周浩鼎議員說 周昌不同 和播放不同 但他可能沒有看到 譬如現在 《國歌法》的第九條 他也有說到播放國歌的情況 他也是嘗試規管播放國歌的 所以播放國歌和奏唱是否不同呢 你播放的時候 不需要嚴肅縮立 或者不需要行注目禮 是否這樣 我暫時都未看得很清楚 也不太清楚 似乎要求剛才那些人說 在奏唱國歌的時候 要保持當中 但第九條也有說 所以是不清楚的地方 因為第九條 他有說到播放國歌的情況 但他說播放是怎樣的 他說在《本法》第四條 規定的場合 奏唱播放國歌的話 應當使用國歌標準的譜 和官方的紀錄 究竟他第四條 譬如第四條的場合 是否包括奏唱和播放 這些比較有技術的位置 要搞清楚 但我只能說 看國旗法 國旗法當年也有這些 例如說內地的國旗法 他有說在國旗升的時候 你一定要縮立 一定要敬禮 面對國旗 有這樣說的 第十三條 但看香港國旗法 這些是刪減了 所以說 其實當時 我相信立國旗國徽法 都有考慮到 香港的實際情況 而不是純粹搬自過止 或者好像有些人說 內地都行得 為什麼香港不能行得 正正是因為 一國兩制 我們有一個實際情況的不同 所以要很小心去研究這個法例 令到剛才那位聽眾 李小姐 所說的擔憂 是盡量減到最少的 剛才容許我這樣說 第一 已經說得很清楚 到時本地立法是按 我們本地實際情況處理 從來沒有人說過要搬自過止 照單全收 第一 第二 就是剛才我看到第九條主持 你也提出了 我再告訴郭榮鏗 他說的播放規範 是他那套歌播出來的音階 基本上是那套規範的意思 就是叫你… 總之你播放國歌 你不要突然間走去自己改版 這個意思 但就不是說規範它播放的時候 你所有人的禮儀就不是那樣 因為我想要搞清楚 真的就唱國歌是一種場合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電視廣播 是另一件事 我來看